尊敬的各位嘉宾 各位朋友 大家上午好 很高兴参加今天的论坛 作为香港中华总商会的会长 我想从商会的角度 对香港工商界和工商团体 如何更有效地联系服务全球华商 拓展一带一路和大万区的机遇 分享我的看法 早前国务院副总理邓学祥 在香港举行的第八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 对香港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提出左右远见的四点希望 我认为香港工商界 在配合落实这四点希望方面 完全可以发挥出更积极的作用 首先在生活区域合作 拓展经贸网络方面 香港一直是中外的桥梁 十四五规划明确要求 香港巩固和打造八大中心 进一步提升了香港作为 国内外双循环经济发展枢纽的地位 香港是大万区建设的重要引擎 香港工商界可以助力 官区企业走出去 并协助一带一路 原先国家的企业走进来 鼓励双向投资 促进联合开发 在区域内 以至全球推动产业布局 协同发展 香港也可居住 发展迅猛的大万区数字经济 与东盟中东地区合作 投资数据经济产业 共建区域数据经济平台 共同制定数据贸易的规则体系 第二 在完善金融服务 推动基金融通方面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 全球最大的彼岸人民币市场 可以在发展融资 上市集资 财务管理等方面 全面配合一带一路 项目发展 提供基金支持 香港和大万区支援机构 还可以联手 推出更多元化的人民币 计价投资产品 推动各国贸易 使用人民币结算 助力人民币国际化 香港也可以为海外华商 提供融资、配资 以及不同风险基产管理的服务 香港是东盟企业 到海外上市的热门地点 去年过去五年 共有51家东盟企业 在香港上市 我们期待能有更多 不同类别行业的 优质华商企业 到香港上市扩充业务 第三 在极具专业服务 发展人才优势方面 香港的专业服务 连通众外 拥有大批首饰国际 和国内不同的法律体系 和市场规范的专业人才 可以利用其全球网络 未有意在大万区 及一带一路市场投资的华商 进行市场调研和风险评估 华商更可 居住香港的专业服务 物色境内外 优质合作的伙伴 共同拓展市场 第四 在深化人文交流 促进民心相同方面 香港工商界 也可以积极推动 产学研和文化艺术领域 的多元化交流合作 香港拥有世界一流的大学 和文化机构 可成为一带一路 人才培养和人文交流的中心 香港也可以促成 国际文化艺术团体 落户香港 让各国的文化艺术表演 及作品 在香港这个国际文化舞台 展现出自己的风采 香港跟广东 可以采取 弯曲共享策略 由两地企业联手 创造具中国特色的国际化精品 在一带一路 原先国家长期巡演 增强中华文化 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香港中华中商会 作为香港历史最悠久 规模最大的工商团体之一 依旧努力推动 世界华商网络和平台建设 增进华商合作 共享发展的机遇 今年3月通关以来 中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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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地推动 与内地和海外的联系交流 多次组团访问大湾区多国内地城市 云南和长山脚地区 我们也组团前往越南 日本中东地区 上个星期更前往法国 德国 比利时和英国等 欧洲多国考察 访问当地政商领导 与多家商会签署合作备忘 建立协助交流制制 促进彼此经贸融合创新 我们向当地政商界 介绍大湾区的发展情况 以及香港在协助当地企业 拓展大湾区和一带一路市场的独特作用 受到了各国政商界的高度重视和欢迎 也提升了各国华商的地位 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 在这个起庆的日子 香港 中总 结邦成为了 新一届世界华商大会的秘书处 未来五年 我们将充分发表这个 联系服务全球华商的平台 大力推动全球华商 参与大湾区和一带一路的建设 努力整好中国故事 大湾区故事和香港故事 并在处境大湾区和一带一路 各国经贸往来 互利公赢的过程中 在创世界华商合作的新辉煌 最后 祝大家身体健康 中秋快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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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